并不是他和你那死鬼老爸的钱 我欠的是 他居然对你老爸动了真感情了 更蠢的是雨池 你那个死鬼老爸哪里比得上我 亲戚的 别以为只有你对白女十字之情的 昨天你们在牧场优惠的时候 我老爸冒着大雨 到学校去给哈维送雨衣 他一把年纪了都淋了一身的雨 而且还感冒了 我老爸对他们母子的真情 绝对不小于你 是吗 你这么流氓 你要是再给对我斗叔 我就 为什么呀 你老爸说他所爱你们感冒 你要为我感冒那都滑不难 我会为你这个猪八戒感冒 你美的嘞 像流都滑是不是 不要脸 放你擦 来来来 你要干什么 这大事了 你真不是好歹 我怕你招娘 嘴巴 你都失衣服脱袋换上我 我怎么老是忘记 你是女孩 谁要脑子穿的不难布 你让别人认不出你是你的 我才不屑中女的呢 我比你有种 我更像个男人 好快点 走 老爸早 早 这些热牛奶 是我自己操的 每次我感冒冒冒 都要我喝热牛奶 真的 谢谢 谢谢 好乖 哈伟 老师我害爸爸 你雨生病的 爸爸怎么会淋这么一点雨 就会生病 爸爸 爸爸跟那个强叔叔 身体一样的壮 好喝 你们俩佩下来吃早点了 对 哈伟 去吃早点 不然要迟到了 来 雨辞 先下去 这几天 一直忙盛哑的事 我一早 就想为那天的事 向你打切 这个 算我向你赔了你的 你那天也问过我 是不是为了钱嫁给你的 我那天说的都是气话吗 你难道还不了解我 那你更应该明白 我不重任何物质享受 我只要得到应有的尊重 还有 让我唯一的儿子 能够安定快乐地过日子 于此 我一定做得到 那天你当着面 撵走那个姓姬的 我要再误会你 我还算是个男人吗 一次 收下这个项铁 只有你 才背得上这个项铁 收下它 谢谢你 义父我替你准备好了 快换了下冷吃早点吧 好 我马上就来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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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小孩都上学去了 才能让男的那么安静 你的脸怎么弄伤的 老唐昨天送你回来 他说尔文把你打伤的 老唐是个什么东西啊 他说了话算话吗 那盛雅说总算数了吧 盛雅 你现在清醒了 你说 昨天尔文是不是趁你喝醉的时候打你啊 尔文 尔文为什么会打你啊 对啊 尔文没有理由打你啊 你要是说不出来 就是冤枉我们尔文 尔文 尔文 你说实话 是不是因为你爸爸提名你当董事长 所以尔文不服气啊 呸 对 我们尔文要是西汉当那个什么董事长啊 他就不会跑到牧场去了 他最有骨气了 才不像有些人呢 死抓着全不放 除非尔文啊 抓到盛雅的把柄 才会揍他 盛雅会有什么把柄啊 让盛雅自己说 尔文真的动手打你 为什么 尔文 尔文他怎么可能打我呢 是我自己 昨天晚上喝醉酒 不小心摔了一跤 这一下没话说了吧 是自己摘了跟斗摔的 不能再赖我们尔文了吧 笨蛋你还去尸体 我先去处理一下 慢点 你今天早上 连狗都没带去尘埃 有什么紧急的事 要赶着去饭店 是 我约了几位报社的记者 谁啊 你现在是企业界的焦点 这些举动都要特别小心 脸上挂了彩 也会引起别人猜测 所以你现在连走路都要特别小心啊 这焦可不能乱摔啊 当心把到手的董事长给摔掉了 我一直抓的意思 尽量小心 走 富雅 不要忘了到礼服店去量礼服 尔如礼服我已经定好了 是尔如生日烟药圈的 爸妈如果没别的吩咐我 我上班去了 我叫人特别设计了 你跟尔如的卧房 那么我想她住院这么多年 我希望她高高兴兴地回家 是啊 跟盛雅重新圆房 当然应该好好地整修一下卧房了 关于尔如出院的事 对啊 你立刻通知院长 帮尔如办出院的手续 再安排一个 在家里照顾尔如的特别护士 其实这些琐琐碎碎的事 我觉得由女人来处理比较细心 你看 叫尹律师去办 怎么样 晚了已经不是福凯的法律顾问了 还是我来吧 为了接尔如回家 家里需要帮忙地方多的是 你应该留在家里帮绣节她 是啊 石家所有要出面的事啊 你都抢得来 你以为你自己是老大呀 尔如的事 盛雅是不是要找尹律师 不管 盛雅总之要全权负责 现在你的形象最要紧 你一定要让人觉得 你是最疼老婆的丈夫 这样对你的形象最好 现在一丁点的差错 都会影响董事会的决定 你的前途就要看你怎么去做 我一定遵照爸爸的吩咐去做 我去上班 怎样 杉雅 杉雅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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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站住 放开我 你把我儿子还住我就放了你 孩子你留下 你要让老爷爷给药好了 放手 如果你不为了男人自杀 孩子也不会流产的 跟赛亚无怪 我命中不该还你的 你也走你 放手 这倒害是我儿子的傅盛亚 偿命的 你别做梦了 傅盛亚是什么人哪 你动他一个寒冒之前 你就已经坐牢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个痴情的傻瓜 刚刚到石家去想做什么 你既有风声我要对付他 想去跟他通风报信对不对 没错 我是不会让任何人杀害傅盛亚的 因为我这次寻死 我没有死成 就是老爷爷注定 要我来保护盛亚的 你 快 我建议他 我看你是爱他爱疯了 好 你去告诉他 我给他子弹之前 我会先送给你一颗 成全你的痴心 让你跟他一块合葬 大蛋 我给你赔了 我太好 你都死了 你的幸福的都是凶手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听不懂 一定是你到旁边去找刘海平 就说赵了凉 今天请了假 可得在家好好地休息 好 今天我什么公文都不看 只好好休息 我可以放进去买菜了吧 妈 你答应过我的 今天不管是谁来找你 都不准谈公事 我要找英婉伦 英律师 这个人怎么说不懂你 我求求你 要救救盛阳 我求求你 英律师 妈 我的事我自己会处理 你该去买菜了 对对 赶快把门给关上 要不然彭扇的疯子她冲你来 她是请你出去 听我不会再过问 彭扇所引起的任何问题 你口是心非 你明明跟我一样 乖心胜养 要不然你干嘛尝彭扇的笔 你知不知道 彭扇为了我流产的事情 她现在要圣雅的命 你为什么不管了你 圣雅她不爱我 我都可以用性命来保护她 她怎么爱你 你 她哪里连彭扇你都害怕 也许她曾经爱过我 可是跟她内心所追求的目标相比 她随时可以抛弃我 牺牲我 她是个小心眼的女人 如果说我爱上一个男人 只要我爱定她 管她爱外我 我就会为她死 为她活 你要做圣雅的保护 圣雅是你的事 我基金会有太多需要被害者 需要我保护 不想再浪费时间 在不值得的男人身上 圣雅是不是个值得的男人 在你付出感性以前 就应该很清楚 间cycle 虽然是我们To次会当事人 有公司可以帮我帮路自谈 去以外公司司事 圣雅如果出事的话 一定会很后悔的 我也不会来求你 必要的时候 老娘自己跟彭寨拼命 滚吧你 好